真相及先锋 内幕大追踪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专题系列报道 我是林彦儒 我们来看这阵子引起的疫苗之乱 虽然在南韩有人因为施打流感疫苗而死亡 台湾有一名男子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但是您还记得吗 上周开始有不少人强打流感疫苗 全因为最初的公费施打 政府错过了形势 没有进行分流 许多民众想打却打不到 抱怨连连 流感对新冠疫情有什么影响呢 以及台湾若是今年疫苗不够该怎么办 来看我们的深入解析 很早五六点就去了 所以还是没有打到 怕我去报道 太够了 疫苗之乱引发院生载道 流感没爆发 民众确已陷入很荒 带着球棒跑到疾管署 他是新北市文翠里里长王永元 怒气冲冲全是为了讨疫苗 怎么可以前面大家都乱打成一通 真正有预约的打不到 我公告了那么多天 大家来打打不到 那我如何面对我的文翠里里 一点半到四点半 现在几点 现在就已经没有了 我们跟着王永连长的脚步 回到文翠里 其实这一天是礼上的疫苗实打日 六十五秒吧 满脸焦虑 逢人就问你打疫苗了吗 但礼上光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就七百五十人 而疫苗只有一百支 当天在现场不断有民众扑空 配计量不足 让王永元承受巨大压力 就七十几岁了 而且我都没来到 就我来了 他只有八十剂 你说怎么打 我也不能告诉他们计量不够 你告诉他们 他们会更一窝蜂来挤 可能昨天晚上就来排队 新冠疫情迎接秋冬流感季 就怕双毒加急 卫福部老早就开始呼吁民众 赶快出来打疫苗 流感跟新冠如果同时感染的话 会第一个会使得病情加重 第二个会使得新冠的传染力变强 所以更多人得新冠 鼓励接种民众来打针了 结果针量却不够了 今年流感疫苗包括五十岁以上民众 及五大族群 从十月五号开始公费失大 民众一窝蜂强打的情况下 主管机关却没进行分流 不到一个礼拜 各地纷纷传出公费疫苗告急 机关署十六号才紧急宣布 五十岁到六十四岁的民众先别打 一时间民怨沸腾 他预测错误了 我只能说他预测 他没有办法供应那么多疫苗 却叫人家要打 要赶快来打 我早上问了好多间 连那个我们宋山去公所的问也都没 就只好智慧快点打完才不会这么累好不好 以公家机关在编预算要购买的时候 他如果说编太多 然后比如说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疫苗 后来都是丢掉了 那个有些时候内部会有一些检讨 那所以公务人员有的时候就会相对就会保守 根据统计今年公费疫苗 全台买了六百多万剂 加上自费市场共七百四十八万剂 虽然相比去年的六百万剂已有所增加 但是至今接种不到一个月 施打总数已经超过四百万剂 速度是立年之冠 何时用完谁也说不准 在非常时期 主管机关遭质疑严重错估形式 本来承诺给医疗院所的智慧流感疫苗 他说我不能给你那么多 我要给你砍掉 因为公会疫苗不够用 被人家批评 被人家那个检讨很多 所以他现在要把智慧的部分挪到公会去用 表达对大家最大的一个劝力 不论怎么挪 今年台湾疫苗总量大低已定 因为疫苗是要在四五个月前就先预定好的 从三大公益方来看 国光生计表示没有无菌鸡蛋 短时间内无法再生产 加上今年疫苗在国际间同样抢手 两大国外进口管道 东洋赛诺飞也难以保证能够再追加 疫苗供不应求是否造成疫情变数 专家看法两极 我认为今年病毒都很难入侵我们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今年大家有很大的防备的机制 并不是每个人打疫苗都会打成上帝 七百多万剂全人口算起来 接种率也超过三成多一点而已 这个要过程族群免疫来讲 这个还是不太过的 目前全台各地开始配合施打 先提高老人幼儿及高风险族群施打率 亡殃顾劳 专家建议自费接种肺炎炼求剧疫苗 也能对抗流感 一剂三千虽然贵了点 但同样是自保的方法 疫苗不足引爆反弹 只盼台湾能平安度过这多事之秋 都市更新的过程经常会引发争议 但其实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台北南港 其实过去的南港因为烟囱林立 有着黑箱的恶名 但是1990年代开始 南港开始变身 新建了展览馆 引进了产业聚落 加上三铁共购的落成 吸引了许多百大企业进驻 甚至有集团 以每瓶破百万的价格 买地设立总部 昔日的黑箱 现在被誉为下一个信义计划区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带您一探究竟 烟囱林立 屋檐涨气 80年代前的台北南港又成黑箱 但曾经雾忙忙的天空 现在已是一片清澈的蓝 黑箱转型科技城 南港的改变还有这里 这些废弃家具统统要销毁 这些都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 南深路78号 旧名山竹窟 是老台北人避之不及的垃圾掩埋场 现今也已成绿意昂然 真的是苦境感染 以前真的 晚上听到救货车的声音 我就知道说山上又在闷烧了 从一个面貌怎么样 然后转变到现在这样子 我们当然是有容颜 二十年间洗刷污名 南港犹如回姑娘 华丽转身 事实上它的故事 也是一本台湾都市更新启示录 南港最繁荣的时期 应该是日治时代 那个砖的颜色也很漂亮 真的是一个干妈典的形态 其实南港早期 是个热闹的聚落 甚至还有戏院 种茶起家 是台湾包种茶的花人地 定名的由来 则是因为基隆河 当时台北倚靠河道运输 惠处基隆河中游的细致 有座北连港 顺流而下的南港知名 对应而生 由于茶叶是台湾当时 最大宗货物 南港靠着运茶到大稻城 凡胜一时 那到了日治的时候 河港这个驿军失去 这边它失去工人之后 整个铁路重新改变 重新再重新铺设 那为什么要建这条铁路呢 它是煤矿台车道 日治时期南港开始挖采煤矿 光复之后 砖摇业更大量进驻 从此在地产业转为工业 到了50年代 政府更将南港规划为工业区 包括台北化工厂轮胎等 高污染企业纷纷记住 南港从此进入了黑暗期 我们上课都会闻到那种意味 就是企业化工的那个 工厂的那个味道 南港轮胎的那个意味 就会传到那个教室来 基隆河污染的原因 主要是上游地区 矿场及工厂的废水 污染基隆河影响空气 一般台北人哪敢靠近 导致南港成为台北市 发展最缓慢的一个行政区 来到台北市中坡南路 很有趣 右手边新一区 左手边南港区 在560年代的时候 它们分别是农田跟工业区 都算是台北的边陲地带 但发展却大不相同 随着金融中心的建设 新一区摇车一变成为台北新地标 但仅仅隔一条街的南港区 发展却整整晚了十几年 黑箱雾名一直持续到80年代 民众抗疫下工厂逐渐撤出南港 加上为了扩大新一区使用布地 南港的重建计划就此展开 南港软体工业园区动土仪式 揭开序幕 1992年南港经贸区计划上路 1999年科技重镇软体园区完工 加上铁路地下化 释出大量土地 后续建设厂同无阻 2007年台湾最大室内会展中心 南港展览馆落成 随后南港车站陆续结合捷运高铁 2016年三铁共购也终于到位 土地交通红利加持下 南港已被视作下一个新一区 事实上大家在这个之前 可能20年你们都没有去注意说 原来政府已经投注了 这么多大量的公共设施在里面 不管捷运高铁地下化 一个一个全部都到位的时候 它有什么缺乏的 中看南港长廊 会展中心 科技中心 延伸下来还有交通枢纽 而对面则是国家生计园区 加上今年落成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五大中心计划一步步实现发酵 南港成了都市计划更新典范 事实上台湾现在包括高雄的中油炼油厂 新店的融工厂区也都面临绿色转型 能否接上时代脉动 借鉴南港经验 考验政府的耐心与智慧 好市新闻 宋玉璋 张仁甫 谢谢您 专题报道 今年9月中部有两所学校 学生们吃了营养午餐 出现了集体发烧还有腹泻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学校传出学餐中毒的事件 校园的餐点到底有没有经过安全的把关 我们的采访小组带您直击 好痛 肚子痛 护到贪软无力趴在妈妈的腿上 脸部红肿 身体过敏发痒 就以后发现是集体食物中毒 校园营养午餐 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营养和卫生 但全台国高中小近五年 学餐中毒人数 从104年6,235人 到108年6,935人 不减反增 校园食安破口越来越大 这里是新北市安坑国校的自立午餐厨房 竹工阿姨用力在锅炉翻炒豆芽菜 另一间油亮亮的鸡腿准备起锅 营养师全程严格监督 但显为人知的是 碍于经费并不是每间学校都配有专业营养师 40个班以上的学校才能有配置一位营养师 那如果说是40班以下的话 都是由午餐秘书来管理厨房 有的是由老师兼职 老师要负责教书已经够繁忙 加上营养专业隔行如隔山 因此多数学校改向团善业者订餐 我们取得台北市某国小上个学期 学生通报的问题菜肴照片 团善厂商的餐食品质令人忧心 肉片里居然有塑胶片 笋汤捞出大只菜虫 更可怕的还有 小白菜也出现芒春科虫类 学餐食材问题不断 一大原因在于人员把关是个漏洞 相较于政府的鸡茶食品的业者的自主管理 是更重要的 确定是发生食品中毒的话 可以采取法金六万到两亿 2019年新北市有学餐厂商 食物每煮熟 验出仙人掌感菌 引发大型学餐中毒事件 卫生局痛定思痛 率先成立高规格的食品安全监控中心 严格把关厂商品质 记者现在实际来到新北市 其中一家营养午餐的厂商 我现在刚换上全身的防护衣 准备进行全程消毒 带您来看营养午餐如何安全监控 心中莫属十五项 首先工作鞋泡入消毒池 接着进行360度全身除尘 双手确实清洗 再喷洒酒精 我们才能进到团扇业者的中央餐厨 引擎业者正将蓝牙温度计 放入正要起锅的咖喱肉柳 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就采用物联网的方式 让业者他们使用这个智能的量测设备 转回监控中心 而就在下一秒 车老师您好 我这里是新北政府 卫生局食安监控中心 那刚刚您有量测一笔烤鸡翅的温度 是异常的 要麻烦您竞速矫正 櫻木上亮起红色灯号 原来是其中一间学校的厨房 烹调温度没有达标 卫生局第一时间要求厨房继续烹煮 直到达到75度的标准 再次量测传回系统 荧幕上这才转回安全无余的绿灯 用餐的这些温度和相关的讯息 在学校里头都会及时地做当日的一个 等于说这样的一个填报 跟这个讯息的传送 不过这只是单一县市的政策实施 学童食安关乎生命安全 未来政府要如何全面落实 不管是在全台参除建立物联网监控系统 还是加强抽查频率 只要能让学童吃的安心 都该尽速实施 往年台湾的枯水期 多是从11月开始 但是今年台风不来 水情提早拉警报 加上台湾的水价极低 导致大家浪费水资源的情况 相当的严重 有专家表示 但是台湾的水价 若是再不调涨 恐怕真的会面临看灾 南区最大的增稳水库 水位眉升返降 苗栗明德水库 底部泥巴干涸均裂 三大水库都好渴 即将到来的旱季该如何因应 我们台湾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水资源政策 每年就混过去 然后最后实在不行了 就牺牲农民 经济部水利署宣布 将在一周内停止桃竹苗地区 二期到做灌溉 到了有一天 当你发现休耕水也不够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该怎么办 这个米浆 米浆已经有出来了 摘下稻子 米浆还没凝固成碎 就已经没有水能够灌溉 种到三十几年的陈彦卿 每天顺残醉 只能眼睁睁看着土壤 逐渐干涸 近年 包括池塘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池塘有水 但是它把水门都锁起来 我们没有办法开 没有办法灌 所以整个水质就比较残 舍弃农业就水勤 今年到做 每公顷可以补助四十万元 但这样的做法 陈大哥并不领情 以前的人说 你真聚到冬天纯 我就不会给孩子 农民都冻下去了 他喊说整个没有水 就等于你像你的小孩 已经生出来了 跟你讲说没有奶粉 没有什么 那你要怎么办 陈大哥的抱怨 并非无地放始 从107年的数据来看 农业灌溉用水 占全台四十座主要水库的 用水量三成多 而其余的六成七 则是工业用水 加上公共用水 大家用得差不多 但已遇上旱季 为什么不是供体时间 而是最先牺牲农业呢 他们现在在讲的就是 反正我有钱给你就好 其实农民他的败义 你说你给我多少钱 他是最快土地的一个坚持 农业开始限水了 但我们的用水方式 真的像一个缺水国家吗 根据统计 我国国人人均用水量 平均一天284公升 是全世界的1.3倍 更是荷兰人的2倍 有专家指出 会造成国人浪费水的原因 是因为水价太低了 只有三个国家的水价比我们低 我们是全世界第四第一的水价 我们访问到水利出身的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他指出台湾先天不足 无法流住降水 后天又因为低水价 导致从民间到工业商用 节水概念难以落实 只要一讲到合理水价 这些民意代表就讲 我们要替大家勘劲和保 用水的最大众是大企业 不是我们的 所以是在替谁勘劲和保 目前我国水价最高一度12元 专家认为若想反映真实成本 至少得再提高一倍 而低水价更间接导致 节水产业发展难以步上轨道 以台中的福田水资源中心为例 透过生物分解再沉淀消毒 每天能净化十万公吨的再生水 但目前企业一天只润够五点八万吨 我们其实可以提供的这个回收水 其实是大于目前的再生水计划 供过于求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再生水 光是处理成本就要二十块以上 还要加上运费不管费用 买这来水这么便宜 谁还会愿意使用再生水 工厂我再告诉你 我给你两三年的时间 你没有弄成百分之八十五的回收率 我把你的制造掉下 所以这样一做下去以后 我们的节水产业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的水涨下来了 缺水危机长年未解 农民深受其害 但大多数人仍还没学到教训 不论水价还是节水产业 都已经是一再被讨论过的老问题了 政府能否拿出破例实际解决 才是最大难题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 不少店家都会推出蟹黄蟹膏大餐 但是我们实际查证发现 有许多都是夸大不实的广告词 要来混淆消费者的视听 另外民间也流传 螃蟹不能跟柿子一起吃 否则会引发中毒 到底哪些部位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呢 带您来破除有关秋蟹的迷思 秋天的螃蟹最肥美 但民间有种说法流传多年 说螃蟹千万不可以和柿子一起吃 否则会肠子坏死 严重还会中毒 事实真的如此吗 采访小组找到农民里实际翻阅 发现传言就是来自这张食物相克图 不过一时辟谣 这是常年被夸大误传的迷思 肠子发黑那些那是错的 我们的柿子里面有些丹磷酸 会影响螃蟹蛋白吸收 所以说如果同时大量吃化 就担心会有消化不良 不过顶多就是消化不良 螃蟹性寒 要是搭配其他良性食物一起吃 顶多腹血不至于中毒 只要适量摄取仍能安心享用 另外不少餐厅业者 也会在秋天推出蟹黄 吃到饱的大餐 满满的蟹膏 我们来到螃蟹专卖店 老板现场宰杀一只母蟹 证实民众常误认的蟹黄蟹膏 有一大部分其实只是螃蟹的肝脏和泥脏 当作暗藏食安危机 黄色这个部分就是它的肝胰腺 那比较橘色这个就是它的 算是它的那个蟹黄 就是说它的暖潮了 其实美国纽约卫生局也曾发声明 禁止当地民众食用虾蟹的肝脏 和任何黄绿色的部位 因为里头残留的化学污染 可能危害生命 健康吃螃蟹的话 我们就吃螃蟹的作为主 那个一些内脏部位尽量少吃 我们医学学理上来说 容易产留一些环境荷尔蒙 像大欧辛 硕利 脸本 至于民众自己到市场买螃蟹 常会认为 透过按压螃蟹期 如果越硬就代表越新鲜 业者也澄清 只要螃蟹活蹦乱跳 八只脚也都健全没有残缺 用肉眼判断新鲜程度 其实就能一目了然 而新闻蔡体育宋一章 专题报道 秋天到了 不少人皮肤会又干又痒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是因为角质代谢不良 所以拼命的去角质 又有业者推出了保湿喷雾 主打随身携带补充肌肤水分 但是我们实际查证发现 要是过度的去角质或者是保湿 反而会细菌感染 严重的会伤害肌肤 秋天一到 肌肤常常干燥脱皮 不少人开始增加去角质的频率 网络上有不少资讯强调 去角质前后的惊人差异 去过角质的肌肤真的才健康 会呼吸吗 皮肤科医师辟谣 去角质并非绝对必要的保养 去角质过度的话 会使皮肤的表面形成一个敏感 角质能受伤害的话 那会使皮肤的保护的作用 就会减轻 但很多的细菌啊 病原菌 就会侵入到皮肤里面去 皮肤可以分为表皮 真皮皮下组织 角质层位在表皮的最外层 作用是保护肌肤 大约28天会自行代谢 一时建议 中年民众可以每个月去角质一次 预防毛孔堵塞 不过年轻族群肤矿较好 过度去角质 反而伤害肌肤 去角质产品搓出的大量灰白色血血 里头其实只有30%是您皮肤真的角质 里头主要都还是化妆品成分里面的化学物质 像是界面活性剂 酵素 还有乳化剂 民众常被眼见为凭的宣传手法误导 认为自己的毛孔布满脏污 但一时呼吁 大部分都还是商品的化学残留 不必过度截毒 只有把水泼在脸上 实际上很快的蒸发掉 那皮肤反而会略显干涩 所以还用一些所谓精华液生殖乳液 去去保 把皮肤的表面的角质 达到一个所谓锁水的效果 用喷雾随时补充肌肤水分 秋冬空气湿度低 当心肌肤只会更干 最好还是在洗完澡 肌肤仍保有水分的情况下 用滋润的乳霜涂抹 才是秋日比较实际的保养之道 华尔新闻蔡婷运送一张 专题报道 真相极先锋 带您关注最新的时事 探讨公共议题 希望您会喜欢这集的内容 下周会继续带您关心 我是林彦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真相极先锋 我们下周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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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华氏 或是下载华氏APP 一起华氏氏选华氏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